小港马上中球界九岛,你会老假吗? 港蛋,我今年就不回去了,过节的时候点餐的人多,干一天能抵得上平时三天呢? 现在的我也没脸回家过节,自己快三十岁了还一事无成,到现在房子也没买,媳妇也没娶上, 父母都快六十岁了,还为了我在地里干活,在工地搬砖,我真的感觉自己好失败,没有脸面见他们,港蛋,你呢,回老家吗? 我中球准备会去砍弹了,今年通过念出来捣险胆还没会去过,听我爸爸说我妈的神奇闲胆越来越差,我想会去砍弹他,我也想念妈妈做的睡觉了, 如果家里有很多客一带,窝叶而不想宰出来损买买了,毕竟在这里窝叶永远眨不了人,这里的放假不是我们所能成熟的。 小刚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,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小刚和村里其他小伙伴一样,到了初中就辍学在家了,没过多久他就准备出门打工了。 爸爸妈妈,你们在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等我在外面赚到大钱了,以后在城里买个房,带你们去想服务。 孩子,我们在家,你放心,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,用时间长回家看看。 17岁的小刚第一次离开家乡,他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幻想和期待。 刚出来的小刚,先是在一家电子厂找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,每天12个小时,两班倒,每个月到手能拿到3000多块钱。 就这样小刚在这里干了两年,可是他最后没存到一分钱,最后由于受不了厂里的约束,他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开始了送外卖的工作。 送外卖相对于工厂比较自由一点,只要每天自己多努力,就能有更多的收获。 老板,24号,餐还没好吗?我还有10分钟就超时了,催什么,催,马上就好了。 小刚骑着电动车一路紧赶慢赶,终于在最后一分钟将外卖送到了顾客手里。 很多像小刚一样在外漂泊的年轻人,每天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,用青春去打拼。 看似光鲜亮丽的月薪,背后是不忍直视的低廉时薪。 我们在意的太多,害怕的太多,得到了太多,也失去了太多。 今天的雨下的特别大,刚送完一天外卖的小刚又冷又冷,但他也舍不得在外面给自己买口热饭吃。 回到简陋的出租屋,他给自己泡了一桶泡面。 我能想打最浪漫的一声啊,就是从来不接你电话。 小刚看到是妈妈打来的电话,他突然特别想哭,但为了不让妈妈担心,他努力控制这自己的情绪接起来电话。 小刚啊,这么晚了,你吃饭了吗? 妈妈,我刚刚下班,现在和同事在外面吃烧烤呢,你就放心吧。 小刚啊,你爸爸最近甜甜念叨你,说你都半年没回家看看了,马上中秋节你回来吗? 妈妈,今年中秋节我就不回去了,我们干外卖工作的就是靠着节日多转点,等我后面有空了,一定回去看你们。 母亲听到小刚的话沉默了,因为小刚经常和他们说会回去看他们,但这几年几乎也只有春节才能看见小刚。 每次都是先惊喜,然后有失望。 小刚,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,实在不行你就回老家吧,我和你爸爸这些年给你存了电钱,你回来我们就在县城给你付售付,卖个房子吧。 孩子,我和你爸在家等你。 挂断了母亲的电话。 小刚大声地哭了起来,他想家了。 你好,送快递的。 小刚接过快递,一看原来是母亲从老家给他寄过来的,里面都是他小时候爱吃的食物。 还有一双母亲自己做的鞋子,里面还有一张字条,上面写着。 小刚,我和你爸爸永远在家等着你。 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女。 累了倦了记得回家歇一歇,小刚立马给母亲打句电话。 妈,明天我就回老家,我不想在外面漂泊了,我要陪在你们身边。 独在一厢唯一客北,逢家节被私亲。 中秋节快到了,想家了吧。 朋友,再忙,也要回家看看。 爸妈在家等着呢。 最后祝所有人中秋节快乐和家团圆。